還有我們行政院 吳院長及政府官員 議會的立院同仁 大家早 我想我們在前一陣子 有所謂東京銀展的這個中國代表團的團長 江平的這個個人的一個風波 那麼雖然已經落幕 而中共那邊也非常的低調 那對於這個部分我們深表遺憾 但是兩岸的這個齊哥名稱等問題 我想還是會成熟不窮的一直在衍生這些的問題 那麼不管在各項國際的體議或者文化交流 我相信齊哥的問題還是會被拿來做一個炒作 不管是他們個人的行為也好 或者代表中共人民的聲音也好 我想我們政府可能要發揮這個群體的一個智慧 如何因應這些未來可能發生的這個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想我們應該要做一個很明確很有智慧的這個一個來解決這些的問題 那麼千萬要國內民進黨的在野黨人士希望針對這個部分不要去做見縫插針 影響我們的這個國家整體的利益 混淆四天破壞兩岸的和諧 我想這個部分在野黨千萬要審慎 那麼在前一陣子也有人醞釀魚台去掀釋主權等等的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的吳院長也應該要用自己的智慧來平息這些的問題 在過去幾個月日本他也不是這個跑去宣示釣魚台的主權嗎 結果弄得灰頭土臉 甚至於所有中共的重金屬等等的這些的 重金屬的這個經濟交易都給他停滯 所以我想這個不要讓民眾感覺到今天對政府持續信心 那麼對於釣魚台的這個主權先是 尤其現在這個風浪非常的大 我認為應該要暫停這些的不治的行為 好好的來回歸到我們的正常面 比如我們現在國內有非常多的重大的這些建設 我們應該發揮民族的素養 然後讓我們大家一起攜手撤離未來 包括很多的這次好以所謂的出發改的這個建設 如何讓這些兩岸的這個關係能夠回復到正常 我想大家都應該用平常心來做平常的事情 讓我們的台灣跟中國大陸永遠的一起 LGBT 包括他作為國安全值把林的結賑 跟中國還有朋友 既然看有《綜合國安議缴日》 這次呢 可以不要給他們 那麼久可能